蔡英文 柯文哲 韩国瑜 这个三个人组合是一个什么情境 就是选总统的情境 所以社会上现在关注的也就是 你说其他人都被编写化了 应该是 此刻 但是我是觉得赖清德 可能出来的机会不大 因为民进党会很快速的就提名 如果民进党在4月份提名的话 此刻赖清德大概是没有机会 那换句话说 蔡英文先确定 当然柯文哲一直在观看 他会不会赢 所以说他此刻他也不会去表态 韩国瑜我没有讲实话 我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照理说我应该讲话要稍微小心一点 可是如果说国民党要很快的 4月份就提名的话 这个就是做求给柯文哲了 到时候韩国瑜 韩国瑜在4月份 到时候蔡英文加上本党的一个人 民调都相对都输给柯文哲的时候 请问这时候怎么办 换什么东西 来不及换 国民党如果再来一次换出事件 没有人会再相信 国民党的日后的提名制度了 以后你再选总统 没有人会相信 大家问你会不会再来换 对不对 所以国民党以我对吴对义 要到7月最好 主席的 甚至更晚更好 这是假设 就柯文哲不决定之前不要提名 其实平常讲 如果说国民党的人认为说 我们这一仗输不起 国民党这一仗输不起 我们希望赢 国民党现在很多支持的是焦虑的 是焦虑的 当然我是觉得提名稍微晚一点会比较好 提名吧 我们至少要看看你蔡英文 蔡英文是不是确定提名 柯文哲你的动向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我是觉得 所以有人讲说要赶快提名 要什么什么的方式 我是觉得这都是反映出来 国民党支持者的内心的一种焦虑 当然我们必须得看柯文哲 柯文哲其实是狠贼的 他一直看你国民党跟民党 你提名的人 我会不会赢 我如果他举例 我们到时候最后 蔡英文的民调差很多 民进党改决一张找赖清德出来 国民党也是某一后也删得出来 找出含围出来 你是说国民党不会换 他会赢吗 你是说国民党不会换 那民党有可能提名了之后还换 所以说如果说民党不会 民党看提名 如果在4月份就提名的话 民党当然就不会换了 但如果民党延后到6月份 那就不一定了 目前应该民进党没有延后的迹象 应该是没有 所以民进党那边我觉得是比较确定 现在可以稍微有点弹性的 是国民党跟柯文哲 不过废委员这边是所谓延后提名派 张思刚这里应该是尽早提名派 对 不要拖太久 不要拖太久 因为你是在野党 一般来说 可是那不就被柯文哲得力了吗 但是柯文哲 我是觉得你不能因为柯文哲 要不要选来决定你要不要选 因为你本来就要选 你一个国民党 不可能说我应该看柯文哲 要不要选 我在决定我推出什么人 不是 因为你国民党的程序 坦白讲是比柯文哲长 因为柯文哲脑子里面 今天一转念要选不选 他自己脑中决定 但你国民党有个程序的问题 你程序拖得越久 以本党的群众的习惯 以本党党员的心切 还有某一些的习惯 他会扩大一些 爭執跟焦虑 所以你说尽快的话 韩国瑜出现的机会就低了 是 那该怎么办 但是看起来没有 目前为止看起来不打算尽快 不打算尽快 我看起来现在目前 不知道他昨天中长会的决议 可是你们很多人在吹他尽快 对 但是看起来 昨天中长会的决议 跟目前主题式的 气氛是不打算尽快 不打算尽快 那这样不刚好吗 对 所以说我刚刚 我一直跟周围的朋友讲 党中央要尽慢 对 党中央要尽慢 就不打算尽快 所以我觉得党中央 在帮韩国瑜做球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 对韩国瑜越有力 你为什么不乐见其成 卡住了 卡住了 因为我觉得程序 我觉得程序很重要 程序上的一个完整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我认为 当然你现在在尽快的情况下 对韩国瑜来说 他没有旋转空间越来越小 比较小 拉长比较快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韩国瑜这张牌 究竟在国瓶塔手上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 你到底挺谁 直接讲什么关系 打麻将跟韩国瓶 就五个人而已 他挺制度 会不会为难你 为难你我就请他剪掉 那你挺谁 不会为难我 我觉得 你不回答就对了 他挺制度选出来的人 初选制度出来的人 全民调制度选出来的人 你干嘛帮他解尾 没有 我自己认为 全民调制度选出来的 国民党的标准答案我会背 因为坦白讲 你韩国瑜 你就自己主动去选 不可能 他不可能主动说 我要参选总统 那你还叫他尽快 所以时间要拉 所以看起来我是讲 我的尽快 是我主观的意愿 但我不是党中央的党主席 我没有决定权 在逼你的人是他 我是助权而已 我没有主动 我没有决定权 所以决定权看起来 是在帮韩国瑜做球 你时间越拉得越长 因为韩国瑜是讲 因为他有政绩 有声量 有媒体的焦点 他的光芒会比其他 目前其他四个太阳多 我们看每天 大家讨论就是韩国瑜克文哲 没有讨论其他人 赵之光希望尽快 就是要跟党中央对质 党中央听到这个反对声音 就可以坚持他原本的路线 让他管后 党中看起来是在帮韩国瑜 对 他是故意反对 扮演一个反对者的角色 是这样 施钢表面上听起来是尊重程序 但是这个论点的结果 是对某人有利 而且对 他没有说的话你不要塞在他嘴里 而且对韩国瑜相当 就是他输出无名 我怎么选 但这个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讨论 已经稍微转移目标了 这个都是韩汉害的 因为韩汉说不一定是蔡英文 我认为赖清德参选的可能性是零 绝对是零 而且我觉得韩汉跟某老绿梅的 那一位先生 那个舞蹈汉 同台的机会太多了 你中了他的赌 你中了他的赌 因为那一位先生 所以新潮流是有恨的 所以他把桃源的罢工扯进来了 是不通的 我跟你讲 他没现在你的讲法 就是要想办法去政国会的林佳龙 然后为了怎么样 为了四阿哥 三阿哥跟二阿哥的问题 你讲的就是说二阿哥 赖清德 还有选举的机会 所以要付出这个选举的机会 然后不要让这个林佳龙的声势 去压过萨那哥的郑文燦 这个都是无疾之谈 如果你们晓得郑文燦 跟那个林佳龙还有这个 侯兰仙 侯兰仙的派系背景 你的翻译怪怪 的派系背景的话 这一套逻辑是一点都不通的 是一点都不通的 所以民进党你不用担心 就是蔡英文 就是蔡英文 好 韩国瑜的讲法 这个辉文很不满意 他说这个层次不够高 你不能这样呼嚷 我跟你讲 你这个是很严肃 你知道吗 他是这个郭一郎 我现在看出说 他是真的很郭 也很严肃的 韩国瑜的两岸论述 一定是九二共识一中课表 这个他不需要有新的论述 他也想不出新的论述 而且如果民进党这边逼得紧的话 把一中课表就端出来 如果逼得不紧的话 他这个也可以省了 好 现在重要的在哪里 在你聋我聋 还有你养我抓 还有我养你抓 这两点最重要 他就说这是心灵层次 情感层面 我跟你讲 他是讲 柯文哲那个是心灵层次 不是 柯文哲那个不是心灵层次 柯文哲那个讲是一个静态的表述 而且跟时间有关系 到底两岸一家亲是过去 还是现在 还是未来 我觉得两岸原是一家人 这没有错 马关条约之前两岸原是一家人 现在是不是一家人 现在是有问题的 现在是一家人也亲不亲 也有一个大问题的 将来当然要朝着一家人 而且亲的方向去迈进的话 北京听起来就爽 对不对 但是北京的看法 是一家人重要还是亲重要 一家人重要 因为你可以一家人而不亲你知道吗 一家人而不亲 兄弟一天到晚吵架 一家人而不亲 对不对 但是不是一家人而亲 北京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 不是心灵层次 韩国瑜如果要加强的话 这方面要加强 你知道吗 你如果叫我去做顾问 我会讲一下 你应该加入的 但是现在我跟你讲 九二共识一中课表 是国民党的最高指导原则 今天吴敦毅都讲定海神针 他借用老共的话 他说定海神针 好 那你农我农是行动纲领 行动纲领 然后我抓你的羊 你抓我的羊是什么 施行戏则 是施行戏则 但是韩国瑜讲这个 厉害不厉害 厉害 因为相对于柯文哲的右字 空洞 韩国瑜是刁钻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农我农 那个农字是农的化不开 农的会刺激你站在 你看那个农字三点水的农 化成一个人字旁的农 而且你跟我动词都一样 你用农 我也农 完全对等 完全对等 你有没有觉得 你农我农 完全对等 太厉害了 完全对等 你对我农 我也对你农 对不对 还有更精彩的 Scratch 不 我是精彩 你评不进去 我跟你讲最精彩的是 Scratch your back 这个英文讲是说关系而被 这个昨天讲过了 我跟你讲 这个跟解剖学有关系的 解剖学 我们人体从头到脚 没有一个地方你抓不到的 只有一个地方 我们在背部 每一个人都有一块 是你抓不到的 但是你那个块是大还是小 如果你的胸的 如果你的肩膀的关节 不够灵活的话 那那一块很大 如果你肩膀很灵活的话 那那一块很小 如果你的五十肩的话 那一块就大了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长辈 要被养的时候 他们都去磨石子的墙壁 早年 墙壁都是磨石子 有那种不求人好吗 他都会这样 自磨你知道吗 自磨 后来就有那个藏竹子做的 那个磨料 这个对不对 不求人 都是不求人的 但是现在韩国瑜把它进化到说 也是两边对等 你养我抓 我养你抓 这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 这样一讲 这个就是行动杠领 行动杠领让习大大 你这个笑 我举手不打笑脸的人 你把他批得穿天堂 但是习大大心里头是干得很 我跟你讲 他真的是有苦难言 你我习大大 我什么地方养还让你知道 我习大大养还用你来抓 如果你台湾真的养了 我真的是帮你抓 如果台湾养他帮你抓 那今天两岸没有事情 你台湾养更好 我就是琼台 武贺 文工都可以 我还抓你的养 但是我们想的一方 我们想的一方 就是要这样 以小事大 以小事大 你聋我聋 我们彼此抓养 老公要去就去不来 所以你看我的脸书翻墙过来的 那个网红大陆的那个网民 都说糟糕了 韩国瑜来这一趟 我们又要花钱了 而且骂不得 打不得 而且跟他喝酒 还要陪他喝到完 这很败气 现在你聋我聋又出来 老公真的是不晓得如何是